大家讲解拉钢丝的手法和分离 从中框上面把液晶拆下来的方法 以及这个贴合方法 大家看我们这个液晶啊 整个一圈都在外面录着 这个时候你拉的话就不可能把偏光拉到 因为盖板整体比这个液晶小了一圈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摄像头这里开始 京东方的屏 摄像头这里最容易坏 大家注意方法啊 看我们怎么弄的 我们这边和这两个角都已经切出来了啊 现在它就是一个直面瓶 所以分离的时候 它这个是有步骤的 这个分离这个整个详细的过程 我们就没有隐藏了啊 今天主要就讲解这个分离啊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太多的老客户 所以 我们也不用隐藏什么 一一地给你们回复的话也太麻烦了 你们就仔细看吧 有个别垃圾人 素质非常低下的 就不要来看了 免得搞烂屏 说我们误导了你 我们喜欢和有人品的合作 要非常慢的去拉它 要非常轻的去拉它 这个京东方的屏 摄像头这里容易出问题 因为缺割出来没有碎玻璃渣 所以你们不用考虑会不会把玻璃渣带进去 第一下 禁钢丝可以像拉锯的动作 等待钢丝完全进入以后 再更换别的方式去拉 可是划分离 我们发现有玻璃渣挡住了 就要去整理一下 不能像拉直面瓶那样硬拉 靠力气拉 有多少拉分层多少 摄像头这里过了就可以了 我们拉这个瓶的时候 要先拉两侧 比方这个是我们要进线时候的盖板 我们先从这个脚上斜着 第一下进来进来之后 顺着这个 刚时顺着这个弧度 往下走 两边一样 两边一样 一样拉 你必须要顺着这个盖板这个方向 你才拉出来 这个才不会把平这里拉坏 然后两边拉之后 我们刚时顺着这个 从这样 然后再这样 一直这样 拉完之后 这边拉 拉到这里差不多 然后再从这边开始 这样把这个斜角拉过来 有有刘海的 有水滴的这里 我们就错过这个 错过这个刘海这里 两边这样斜着拉 拉到底的时候 然后最后再来 横着拉这里 中间 这个方法才是对的 如果拉到这里的话 你要有的人像这样拉的话 平着拉 像这样拉 直接死掉 因为刚时崩直之后 下面粘住的 上面分开的 一拉这里就折断了 这个位置就直接折断 那有多少 你就会烂多少 这个就是曲面瓶的 分离方法 这样拉的话 钢丝是绝对不会断的 我们靠的是这个钢丝的锋利程度 把它拉开的 不是靠你的力气去拉 看我这个拉得多轻松 我们一定要拉成这种造型啊 这样 先把两侧这个拉成这样 然后再横着拉 这样我们的钢丝 承受的这个阻力就非常小 大家明白没有 然后不可以在这个 像我们拉到这样的话 你在这横着拉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拉一个死一个 绝对会给它拉坏 我们拉到这里 我们拉到这里的时候啊 我们又来拉这个方向 你再又拉这边 尽量拉的越少的话 你这个钢丝的阻力越小 还有钢丝不要往起来抬 明白没有 你往起来抬的话 像这些地方 它玻璃扎就会把这个屏幕带起来 要钢丝保持这个平行的一个水平 或者贴纸屏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个曲面平面 它是粘的下去一点的 你只要不是这样拉就没问题 你就这样稍微往下摆一个角度 它就可以了 尽量钢丝接触的面积越小越好 你看我这个干起来真的轻轻松松 毫无费力啊 看我的钢丝出来都是平平眨眨的 看得见分离 不需要手感 非常适合没有做过曲平的人 全过程都能掌控 和经验无关 这是做曲平唯一不赔钱 且最快 最容易能掌握的方法 如果你们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大家前来咨询 这个上面的胶 全部残留在这个盖板上面 屏幕上面是非常少的 我们这个边缘上的拉线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线往外走 不然的话 这个玻璃渣会反被带进来 一定要从里面往外面走 才是对的啊 从这个边缘上的时候 这个电机的正反转都是有讲究的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切割过的 切割过的地方 完全没有接触到 我们这个切割 切割点就在这个 刚刚好这个胶的外面 完全没有接触到 来大家看一下我们切割过的 没有一点点这个滑伤 这个分离机的角度 往下调一点 然后把这个面板倾斜过去 这样拆的时候 它这个钥匙会往这个方向流 它顺着背后这个双面胶 直接就下去了 你不用 不用在那里淘成费地的打 我们用这个弯折过去 搓着这个边框进去啊 一定要搓着边框进去 不然的话会 搓搓地方啊 直接跟着走就可以了 这进去的话 绝对是在这个背胶后面 解胶水会顺着倾斜角度流淌 上面胶会毫不费力地被分离开 这样不但凭没有动 而且可以绝对做到 没有一点风险 在这个摄像头这里还是要慢一点 看我们这个面板斜着的 所以你把水倒在这个上面 它会自己流到这个背后去 好 这就这么爽 你猜这边 为了顺手啊 这个 清洗过来 你只要进去之后 你直接滑着走就完了 就可以做到这么爽 好 下来 这样 就下来 看我们的背胶 整个背胶留在这个 屏幕上面 而且这个位置 非常干净 没有一点水质啊 看一下我们的触摸啊 相当的完美 对吧 只要你切割的好 分离的方法正确 拉钢丝的方法正确 它就没有说翻车的可能 拆这个屏的话 分离到拆的话 十分钟足够了 只要你边框一切的话 我们在拆的过程中 完全是没有风险的 这个屏是不会拆坏的 好 马上去做贴合啊 这样抓着鞋子拉 拉起来 抓着这个屏 手工对位啊 先对摄像头 先把摄像头这个孔 这两个孔的对准 然后这个屏幕 你就拉着这个两边这样 顺着这个盖板滑下来 这就可以了 然后让这个屏幕落下去 这里啊 为了防止把这个 压住这个小小坑坑来 咱们给它贴个这个在上面啊 好 这个就粘连的太多了 尽量粘连的越少越好 不然这里面的气泡 等一下抽不出来 然后把这个驱动 排线这个 排线位置这个线 把它挪在外面啊 放进去压就完了 大家看贴合出来的效果 使用我们压平机的朋友 贴合趋平的时候 要提前打开温度 有温度贴合 屏幕弧度会压得更好 气泡量很少 除泡也是分分钟搞定 看一下啊 我们接合是接近八个压 真空到负一 真空梦用的四升的啊 里面那个八升的打气泡就够了 我们看下看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操 要不看下效果 看一下这个侧面 这个泡不用考虑啊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除的掉的 我们除一下啊 除完之后 给大家测试一下 把这个直接拔电池吧 把这个主板都搞出问题了 我们测一下这个屏幕啊 没问题 看一下我们这个 除泡情况啊 这个除完泡之后 两个侧面啊 完美无泡 明天给它刷个机 系统好像搞坏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